谁是我国第一旅游大省 各省在旅游这一块的江湖座子 该怎么排 第五名浙江 湿化浙江 座右5A级风景区19个 数量全国第二 旅游年收入2018年就突破了1万亿 浙江的优秀 优秀在山水 光一个西湖就让文人默克向往了千年 西湖还是为数不多 全年免费对外开放的5A级景区 乾囊江 千岛湖 法海 雷锋塔 许仙 白江子 都是浙江的旅游标签 第四名 四川 四川作用5A级景区15个 旅游年收入也是1万亿家 四川是中国唯一一个 黄河 长江都旅游京的省 四川的旅游标签有 大熊猫 都江燕 九寨沟 五猴池 都府少堂 乐三大佛 峨眉山 灭绝世代 灭绝世代就别提了 旅游大省第三名 山东作用5A级景区13个 作为国内第一文化大省 山东靠文化走天下 孔孟文化 黄河文化 水浒文化 泰山文化 海洋文化 运河文化 山东旅游年收入1万亿家 总人口1亿家 实力相当能挡 旅游大省第二名 江苏 跟江苏全国第二 经济大省的地位很匹配 江苏 作用全国最多的 5A级景区25个 提起江苏 总让人 深味洞 西宜远 故苏城外 寒山寺 烟花三越 夏扬州 小桥流水 烟雨江南 秦淮河畔 古诗词里的江苏 让人向往了千年 第一 第一旅游大省 广东 不装了 摊牌了 我就是优秀 经济全国第一 人口数量全国第一 旅游实力 也是全国第一 心态开放 敢为人先的广东亮仔 确实恍得也一下了 因为在旅游这一块 广东的存在感 确实不高 以前啊 大家去港澳旅游呢 一般都是借到广东 广东咋就成了 第一旅游大省了呢 别忘了 广东是祖国陆地的南大门 还是沿海大省 作用5A级景区15个 虽然没有江苏 浙江省啥的多 可广东有全国最多的人口 有光棍节期间 最强的购买力 有全国最多的 五星级酒店 作为吃货大省 消费能力自然能打 东西南美中 发财到广东 擅长做生意的广东老铁 搞个旅游 自然不在话下 五一旅游撒欢 一起为祖国的壮丽和山 喝一个吧 喝一个吧